菩薩经过一心三观 成就一心真如到了三地 他这个真如叫做圣流真如 这个苏圣之流 他入了这个苏圣之流 也就是说 他心中不但是设施善法 前面是设施善法 叫陀罗尼 他能够设施无量无边的法义 所有他听过的法的义理 他完全不会忘死 所以他成就要受变产 叫发光地 为什么发光呢 因为他禅定转生了 诸位 二地之前禅定一般不是很高 可能是一决定 也可能未到地定 他官会讲 但是一旦入三地 他一定成就事产 一定的 他这个就是说 他不是智慧而已 如果你禅定不转生 你从二地还上不了三地 他必须要禅定转生 他才有能够设施 无量法义的功能 那么这个时候 禅定的加持之下 他一心三观的智慧 增长广大 所以成就广大的 文词陀罗尼 他一入而根 永不忘失 而且既足事无外变 当然事无外变 法外 义理 通达 法外是法门通达 义理通达 池无外 他能够用种种美妙的言词来表达 更重要是第四个 要说无外 大悲善巧 他一方面能够善知众生的根基 能够观其道教 一方他有大悲心 他能够主动地为人演说 要说无外 这个是事无外里面最关键的要说无外 那么 他的功德 的成长来自于 四个字 禅定转生 就是说你今天没有禅定 你的心就没有奢侈力 没有奢侈力 佛都跟你说很多法义延迟 你也记不住 你记不住 你怎么能够 怎么说法呢 怎么要说变才呢 所以这个就不是智慧的问题了 这个地方是智慧跟禅定的结合 这个是要说变才 你会看 但是 这样 我们可以说变才能够